这支个股推荐是万科2202 经济部投资业华组 选选原因是内房债务危机持续发酵 万科背靠深圳市国资委及深圳地铁 是恒达、用创等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深圳地铁就是深圳国资委席管家国有独资大型企业 深圳地铁近日向万科派法定深远 指未来将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有罪释放工具 可以支持万科 包括以市场法治化的方式 承接万科是深圳的部分城市更新项目 帮助万科盘活大中资产 为万科注入新价流动性 交易金额预计超过100亿人民币 同时有积极准备选择购买宅机 购买万科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 提振市场信心 估计就势方面 万科昨天股价反弹了3.2% 收获8.34 升穿7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策略上可以等候下降轨8元附近吸纳 短期目标先看前浪底大约9元 突破预料上市10元关 跌穿10月低位7.2元就要减持 第五位 台湿后 restaura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